为了让偏远地区的民众也可以享有有线电视讯号以及网络宽频服务 观点下有线电视这几天在双溪区的三雕地区进行线路双向工程 而工程人员必须克服地形气候等限制努力施工 预计在两周内就可以完工 观点下有线电视目前正在双溪三雕地区进行双向线路的建制 虽然山区施工不易而且还下大雨 可以看到工程人员还是加紧赶工 希望让附近的住户尽快有电视可以看 公司预计花费大概将近六十万 那这边的建屋数大概只有二十户左右 那目前因为这个天雨的关系所以进度有稍微落后 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还是秉持了这个 一般坚强的韧性来做这个染性的架设 对于有线电视的用心争取很久的里长连建昌表示 很感谢这次观天下可以为了陪远地区的里民来建置线路 虽然山区只有二十几户 不过观天下却可以不计成本来施工 让地方里民都很开心 有一半的机民大概没有那个有线电视可以看 然后最近因为观天下已经开始动工来 来帮我们删掉里 这个靠近山区这一部分的里民 牵涉那个线路 准备让我们这个里 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看到有线电视的机民 从此以后可以看到有线电视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就这一点 非常感谢观天下有线公司 谢谢他们照顾这些边缘的里民 我们预计在两周之后 会全数把这边建置完成 提供的部分会有类比跟数位的双载 以及宽屏的上网 来做这样的服务 观天下有线电视工程部的副理表示 虽然这几天都下大雨 工程进度有点落后 不过也已经要求施工人员加紧赶工 因此预计在两周内就可以完成 希望让地方居民尽快有 优质的节目频道可以熟视 介绍强 双西长报道